全世界最好用的護照 是各位有想過嗎 大概190到192之間 OK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可以去呢 免簽證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政府覺得 他們自己太無聊了 所以讓人民多獨 不要回來了 沒關係 不要回來 沒關係 沒關係 都出去 讓大家不回來 沒有關係 韓國人不喜歡你 現在你整個亞洲的人 你要得罪 你這個不得了 你很危險 真的是 為什麼他簽證多 是因為他們覺得新加坡無聊 讓新加坡人民 幸福就是要提升 這類的關係 對 我也覺得 新加坡應該不會是好玩的地方 因為新加坡 我知道它很乾淨 然後那個就是管得緊緊有條的 可是因為講到新加坡的景點 好像就是 魚尾石跟天空之樹好像就沒了 因為像我有朋友 他最近搬去新加坡 我就跟他說 好棒喔 我要去找你玩 他居然跟我說有點無聊 因為他覺得新加坡很適合居住 就是很乾淨 然後那個學校很棒 然後就是很多很棒的東西 可是他說在這邊 他真的覺得有點無聊 就是沒有好玩的東西 我不重點 新加坡就是機場世界第一 對 從那個 世界第一的機場進去 入境之後 就是那個很乾淨 很安全的這個社會裡面 對 然後呢 就是在那個下班之後 或者是下課之後 裴家可以看韓劇 又要 他要不要牽回去了 我覺得他隔一番最慘的音樂 拜託要拔掉是不是 拔掉 等一下 我們先讓 彥宏其實他想要講 他一定想講 對 雖然我是鄰居 可是我必須說實話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印尼喔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 所以其實從最西邊飛到最東邊 可能也飛十幾個小時還沒到 所以我其實離新加坡也很近 所以那時候有一次 第一次出國就去新加坡玩 覺得很好玩 第一次出國玩去新加坡 結果第一次去是他們說 那個聖島島 聖島島 拿了他們的圖 結果慢慢這樣走一走看一看 不到兩個小時全部就走完了 其他地方捷運站 看一下從頭到尾這樣繞一下 不到半天也是走完了 你覺得說 那新加坡這樣子那還要玩什麼 我來這裡 你什麼都不玩 當然一下子就走完了 沒有 你走過 你走過 聖倫是說 等一下 你是意思說聖倫 要去沙灘的時候就要玩沙 對啊 去看看誰 看看穿皮靜音的玩沙 對 然後女生就要去坐捷運 對啊 他說也不坐 經過賭場進去 因為他只有在走 不是 問題是 問題是你要走的時候要覺得說 有東西可以讓我停下來 這個就沒有啊 就覺得一直走 這個 滿無聊的 每次到旁邊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就這樣子喔 好 OK 所以沒有想要停下來 所以 沒有讓彥宏想要停下來的 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麼 太小 太小了 太小了 我應該幫新加坡講話的 因為我媽是新加坡人 對啊 我覺得真的幫不了你們 新加坡真的無聊 新加坡 是 我覺得有香港就不用新加坡 就我覺得 都是自己擁有種 因為賭場你去香港 你去澳門也可以 去澳門 對啊 然後實務來說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超馬來西亞的 這個沒有錯 對… 沒錯… 對 確好 馬來西亞都是看TVB的劇的 所以都是認出我是誰 知道我是媽咪 我去馬來西亞很開心 我就是小時候看 你的電視劇長大的 不要講到小時候 對 解敖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新加坡最大的問題是 你什麼都不能做 不然你會被罰籤了 會打字 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 你不知道他們的規則 真的太多了 你吃口想他會被罰籤 我還有一個朋友 兩個朋友情侶 他們在那邊 然後在外面 然後他們還是被警察罵了 說你要在外面這樣做 警察罵你 對 不然會被罰籤了 為什麼他們不去罰籤 為什麼不行 防害風化 他們會覺得這樣在光天花日 防害風化 有一點 不太適合 有一點嗎 我是沒有聽過 我是沒有聽過 拉雞會 可能拉得太旺 法國 就我朋友就是 拉雞一點點而已 就是一個情侶出去玩的 想要 不要有壓力 是防鬆一點 可是你什麼都不能做 我覺得這個一點好玩都沒有 OK 是 怎麼辦 靖倫 我很想問他 那你究竟想來新加坡做什麼嗎 拉雞啊 對啦 不然呢 除了拉雞 你拉雞都不行 沒有 就是 就是想要來新加坡做什麼 就是想要發碎 有那個感覺好嗎 你知道 我知道 奶黎她也不是說特別想做什麼 她只是想要感受那種 自由的氛圍 前三名 我覺得我們新加坡 應該是第一名非常有希望 因為我個人覺得強敵日本 已經被淘汰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可以贏馬來西亞 是因為很多…人 他們來旅遊的時候 會先來新加坡玩 玩完才去馬來西亞 就會發現馬來西亞 對 然後剛才講到食物說超馬來西亞 不是 我們是把馬來西亞的食物拿過來 然後把它的精華 還有把它的那些精髓萃取出來 把它變得更好 不是 用比較好的認真 那說到可能跟台灣比的話 現在我比較乾淨 對 比較乾淨一些 所以在旅遊的時候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究竟 第三名 對 也滿高的啊 第三名很厲害的 第三名 沒錯 這現在算台灣跟馬來西亞 我覺得 好可怕 好可怕 不好說 台灣有這麼前面啊 台國沒有嗎 其實沒有合理的啊 台灣No.1 妳懂嗎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 妳還在講台灣 我可能是拍那個啦 我也可以啊 台灣No.1 No.1 大家都可以… 我也要 OK 所以第一名 第二名 不知道是誰 大家覺得 打下 妳覺得台灣會不會是No.1呢 因為我剛剛也講了 我是個非常客觀的人 對 我講的 可能有的時候比較難聽 可是都是實話 那就是這一次我就是也要講 我覺得台灣是第一名 因為我先講優點 台灣的優點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優點非常多 就像我們今天也講到 就像香港 好 它有好的地方 可是很貴 可是台灣就不一樣了 妳任何預算都可以玩 就是說妳有錢 妳真的可以玩的 比如說米其林餐廳啊 很貴的飯店啊 或是去買精品啊 還是其他東西 高檔的有 對 但是如果你比較沒有錢的話 妳一樣也可以玩得非常的開心 妳可以騎U-Bike 只要15塊 U-Bike 妳可以週路 妳可以坐捷運 其實很多肌肉飯也很好吃 坐捷運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剛剛講了 韓國有什麼問題 人 可是台灣就不一樣 台灣的 台灣就是 就是它的美麗就是人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非常的友善 友善 因為我自己有遇過就是很多次 就是像最近有一次 就是下雨不是下午都是會下大雨 然後我有一次去便利山墊腳 勞檢堡 然後就是剛好突然就下雨了 我一出門就想說 我要回去買雨傘 結果我還沒有轉身 有一個人從那個便利山地出來 說這個給妳 然後就接受我一個衣衫 你知道我感動到真的快… 快飽哭了 因為我真的心裡覺得超舒服 因為我在台灣是一個人 我的家人都不在 都很遠 溫暖對不對 對 可是我都覺得 我都不會覺得 就是很舒服 台灣人好像隨時 雖然妳可能很多人 周邊人不認識 但是妳都覺得 他們有可能成為妳的朋友 對 就是很簡單 就比如說我常常去同一家 咖啡店買咖啡 我跟這個人就是每天聊天 他就是問我一句話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我比如說 要去露營我就化妝 他就說妳這樣很漂亮 我都覺得好舒服 我去香港誰會跟我說我很漂亮 他說走開 妳很漂亮… 我就知道 等一下… 妳很漂亮 媽咪高 妳為什麼連讚美人都像罵人 妳很漂亮… 妳很漂亮 很忽然 對 講完了妳可以走開 其實我…不是 我覺得韓國也是一樣 韓國也是一樣 人家就是掛一副臭臉在那邊 所以相較起來 妳覺得台灣人比較溫暖 可是還有講的 就比如說印尼 他說他是東亞最大的國家 所以他去新加坡 覺得那個很小 沒有什麼好玩的 好 我是來自俄勒斯 好 那我也要講 我就是要講 就是我比如說 從莫斯科要去海森威 什麼叫空 不是 妳在旁邊講說 最大的國家 可是最大的部分沒有人好嗎 妳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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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然後我要講就是 比如說我穿莫斯科要去海森威 我要坐 坐飛機要坐13個小時 對啊 所以如果比如說有人 就是我們都會說 妳去俄羅斯環看看 可是比如說他到了莫斯科 他其實一天也不夠 兩天也不夠 一個禮拜也不夠 因為莫斯科比台灣大 對 所以就是一個城市比台灣大 然後比如說他要走哪裡 就是都很遠 他都要花很多時間 我覺得妳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台灣人的熱情 真的會讓人家想一直帶回來 因為我之前也有很多朋友 來台灣找我玩 然後他們有時候迷路了 一定會有阿姨 叔叔 就是隨便把他們撿起來 然後把他們帶回家 有一次我堂哥來台灣玩 然後他就說 他就是迷路之後 對 他迷路之後 他本來想 他就問路 然後他那些就遇到一對夫妻 他們就直接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 然後唐弟就說 謝謝你們把我們送到這裡 不光跟我講 要往哪個方向走 直接送 然後就說 那我請你們喝一杯飲料好不好 他們說不行 就一定要他們請 然後後來他們還請他吃個晚餐 吃完晚餐還送他回家 而且我覺得台灣的熱情 他不是因為他要跟妳要什麼東西 他就是真心想對妳好 對 有一些地方 我發現人家對妳好事之後 他會有點 對 所以要拿一些好 台灣就是 給你們住就是開心 這真的 台灣人的熱情真的是全世界公正 的確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對啊 你看看 這個我就不太認同了 你不太認同嗎 那你幹嘛在這兒 我說你覺得台灣不是第一名 你幹嘛來這裡 你幹嘛來台灣 台灣很適合居住 當時我來這邊的時候 第一個月就那個 就那個鬼月還是什麼月 鬼月 反正學長把我拉到 在淡水把我拉到台中的家去 去 慶祝 就跟他們一起去烤肉 我抱歉 中秋節 中秋節 鬼月 鬼月去慶祝什麼 鬼花 慶祝什麼 去抓交替 好可怕喔 他帶你去海邊說 交替給他去游泳 抓交替 來 慶祝一下 不要玩這個好不好 他游不回來了 講錯了 是因為他騙我說學校會鬧鬼 因為沒有人的 宿舍沒有人 宿舍鬧鬼喔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台中 要不要跟我去台中 我說不然 不然我也怕就跟他去玩 這樣子 台灣又人情為了 但是不太適合 沒有 為什麼 哪會 你們的這個 住宿 哪有比香港貴啊 台灣現在東西 跟十年前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變得很貴 就是很無聊 沒有 不值得來 真的啊 對 這是遊客的心聲 是… 覺得很無聊 我們 玩樂的地方 我們的風景 是非常非常好 其實那個跟我們 那個馬尤就稍微討論一下 因為什麼 跟他反駁一下 因為除了剛剛旅遊觀光之外 台灣我們剛剛一直想 第一名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有 你知道嗎 很多國家想要投資台灣 想要讓台灣發展 特別今年有辦那個半導體那個論壇 那個誰啊 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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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恩勳 很多那個各大公司的總經理 董事長都來台灣 然後跟台灣做一個交流 很想要台灣嘛對不對 但是跟旅遊有什麼關係 沒有 這個真的同盒嘛 那個是投資啊 沒有 是綜合拍 換你 所以經濟 經濟運輸也有 綜合拍也有關係 對 所以我們日本是第四名 韓國是第六名嘛 我們這個排行碼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都愛台灣 1 2 3 台灣 愛してる 他手不給你 什麼東西啊 他手 他手 你那個手 他手不給你耶 麻油沒有跟他 不是啊 你不是跟我說好了嗎 一起講 你不是說要講出台灣沙拉黑嗎 沒有 給我是不是 麻油是為什麼不想跟他比愛心 但是覺得比愛心很 是嗎 他不會 沒有 好 單純不喜歡開朗而已 今天聽完了 大家對於馬來西亞跟台灣 到底誰是十大最受歡迎 亞洲蒂的第一名呢 台灣蒂蒂 我們揭曉第一名的是 應該這樣聽起來台灣 台灣 請看 怎麼看 十字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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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歡迎的就是馬來西亞了 這個調查 指出近年來 馬來西亞的觀光跟經濟都非常的發達 特別是基隆坡 而且馬來西亞在2023年的 入境觀光人次高達了2600萬 是東南亞的國家之首 最高的 最高的 恭喜馬來西亞 第一名 第一名的位置